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一个新闻 诗篇83篇的理念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看这里因为有 一 二 三 上帝啊 求你不要紧我 上帝啊 求你不要低头 也不要作证 看啊 因为你的仇文 你学啊 和你的台起头来 他们同谋天章 要看你的反心 彼此上帝要害你 他们说来吧 我们将他们前面 使他们不再成为我 使使这些人名字在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上意 彼此结了 不要抵抗你 就是书章 他们的医工人和医师马力人 摩亚门 撒塔加门 加勒巴 亚门 亚马利 非得适合你 对我们的军名 就去亚述寻他们的缘和 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求你带他们 如带米箭 如快西顺和带西西拉和与兵一样 他们在以诺尔滅亡成的地上的分土 求你叫他们会走向 向尔利和西提婆 叫他们的王子 都向西巴和萨布拿 他们说我们要得上帝的处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这个经文啊 你好像是读过 读过而已 但是我今天要把你的眼睛睁开 这个经文就好像现在在东中巴勒斯坦的情况一模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说以东人 有以东人和以实马义人和摩亚人 西亚地亚人 这些人通通都是今天的阿拉伯人 我们懂 我们明白的阿拉伯人 那巴勒家就是 一般拉伯人 拉伯人 那一代的人 难过退路也是 读者 那么菲利斯人 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 亚述在圣经代表巴比伦和波斯 然后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的前身 然后伊朗就是事实上波斯的前身 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文 你就会很 你会发现这奇妙的语言 所以斯坦巴斯三篇的语言 很奇妙就应验在我们现在的眼前 这个经文所讲的就是现代的趋势 所有的人都在攻击以色列 讲到这里 我要让你看到 我们不明白历史的人 不明白背景的人 我们常常从报章看 从电视看 我们才说以色列 那犹太人是很霸道的咯 常常去打人家 抢人家的地 常常欺负别人 是野蛮人来的 不是好人来的 我再给你看这个方面 如果你读圣经 你还记得大伟的哥利亚吗 大伟当时打败哥利亚 哥利亚什么人 菲律斯人 菲律斯人就是这个什么人 把他的死产人 那个哥利亚是巨人来的 大伟当时是年轻人小孩子 大概十六十七岁而已 拿着石子 把石头掏出去 用这个太阳穴 这个哥利亚的太阳穴 哥利亚就死掉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今天看到的 电视里面 看到什么 他们看到的是 以色列人拿着枪 拿着大炮 拿着坦特 拿着飞机 战机去打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 给你看那可怜的画面 那个妇女被打伤 然后那个妇女死了老公的孩子 在地上爬 很可怜的样子 这个画面是和圣经那个 大伟的哥利亚的画面 是两个反面的对照 所以一般在读新闻的人都会觉得 哎呀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啊 这犹太人是搞鬼的 犹太人真的是 啊 没事找事做 找人家讨价 其实不是这么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但是 的确 报纸 媒体 确实做了这样的事情 以色列总是被挨打的 那一个歧视上 每次以色列 人被挨打的时候呢 媒体没有报道 那么 以色列人为了要保住自己的领土 自己的主民 去 去 什么 反抗的时候 去保卫这些国土 这个领土的时候呢 他们就 拍他 拿大炮 拿弹射去 打人家 所以你的印象当中呢 你就看到 以色列常常被 常常去欺负人家 而不是被欺负人家